譬如第一題 我看你真的走去做 其實是不需要的 其實雖然他給的這些是比例 這些是Ratio 但其實是這條MC 其實你真的可以當 譬如最終答案其實是DOT 就是出貓 看回你的改正 最終答案是DOT的 其實你可以按計數機 你試一下M是9 而N是4 就放回去本身那條題目那裡 你試一下左邊減右邊 明不明白的意思 想你怎樣做 明白 你試一下按一按 看會是怎樣 左邊減右邊 意思是左邊減右邊等於0 這樣答我便是正確 計算到0 對 所以我便讀 明不明白的意思 OK 我當你真的想做 我當你真的想做 那你寫一些都很合理的 好了 而我們會留意到 其實9就是32次方 而27就是33次方 那所以呢 其實一開始 似乎我們會把這條題目這樣改寫的 這裡可不可以 OK 所以你很快便會變成這裡 還有你寫的問題 就是你很奇怪 就是你寫完這裡 就是上面未必需要的 哦 哦 OK 好了 那你會見其實你寫的跟我寫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第一步 那只不過是第二步 那其實就是4M等於9N 是 你說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如果做到這裡答我不是C 就是D 那你只不過要想清楚 我們做到最後這一步 就是現在這一步 那答我應該是C還是D 這樣的意思 那4M2的時間 已經要記住說 他們可能是調轉的 就是和我們認為的 這樣的意思 OK OK 好第三題 也是 其實是按計算機 其實是按計算機 那可能我說按計算機 你以為是 就是計算機幫我們忙 其實就不是 可以直接按計算機 其實是可以直接按計算機 那 不過呢 首先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們可能 直接代個X是某個數 我們可能代個X是2的 你試一下代個X是2 先去題目那裡 看看按出來抖 是否是多少 哎呀 你等等 我真的代2了 代2是不行的 你? 代2不行 真的代2了 那都沒有看到 那代3呢 你代2會Math Error 就是按了一輪機 哎呀 真是慘了 發覺他會出Math Error的 那就是有點問題 那代3 那一會兒我也會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代2是不行的 就是因為我也會幫你做 是多少 負1 over 3 負1 over 3 是吧 那同樣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3代到ABCD 其實我們會得出正確答案的 OK 那正確答案似乎就是A 明明什麼 把這個3代代到ABCD 是 就是代到X 是啊 那我們逐個逐個按 那似乎答案就會是A 是啊 OK 那當然了 因為我們怕 會不會有些數 有些答案撞了呢 那要小心一點點 事實上這次應該有些數 是會撞了的 真心 看看會不會 應該不會 好了 那真的試試做給你看 那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首先 如果真的做的話 我們要把訓母這兩個 Factorize 先 那怎麼Factorize 就是FORMIDA 01 那你會發覺呢 第一個訓母 可以Factorize 乘X-2 乘X-1 有沒有按 有有有 那看看 按出來和我同不同 而第二個 就是X-2 和X加3 這裏可不可以 OK 那這裏解釋一下 為什麼剛才代X等於2 會不行了 好了 原因是因為這裏訓母 那它說 其實的意思是 X不可以代2 不可以代1 也都不可以代負3 那所以如果我們剛剛不幸 代了這三個數 那按的數機就會有什麼FERR 因為這三個數會令到訓母等於0 可以嗎 OK OK 好了 而然後呢 就是我們當我們真的做 我們做通訓母 那新訓母呢 似乎就是 這三個它很相成 應該可以 OK 所以第一個分子 就要配搭X加3倍 而第二個分子 就要配搭X-1倍 是不是都可以 OK 好了 那之後如果我們再做 我們發覺那個分子 就會是負4X加8的 就是水深正負號 可不可以 OK 而可以的話呢 我們會將分子 抽個負4出來 就變成X-2 就是我們的分子份母 這個X-2 就cancel了 那再做一點化減 答案就會是A OK 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 OK 好 之後第六題 第六題呢 看你寫的東西呢 其實就都幾理想的 其實就 那只不過呢 你是夾錯數 我不是 如果是 我不知道呢 寫得理想 有機會是 我之前 之後對答案 寫回一些東西 哈哈 因為我都用言不做 OK 所以分不到 所以就 我自己都分不到 OKOK 不要緊 希望是我當時自己寫的 我猜是你當時寫的 為什麼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寫的東西 有些對 有些錯 噢 是啊 你有考慮這個 甚至乎這個 我猜 你這個 你就知道這個是 α乘β來的 而這個 你就覺得這個是 α加β來的 覺得 問題就是 你寫完之後 你沒有按計算機 你試一下 現在按計算機 是直接把原先去比的 這兩個數 雙成 雙加和雙成 你看看答案分別是多少 商家的答案是多少 咦 咦 商家是一個 不知道負0.47幾 那你按錯機了 我覺得你應該是 山樓括號 我覺得 0.47幾 如果0.47幾 如果0.47幾 就未必山樓括號 真心 奇怪一點點 不過應該是按錯機 然後αβ那個 我就計算是負1 負1 對 其實它的商家應該是4 咦 4 開方5 和負開方5 會抵消了 你剩下2加2 看到嗎 我計算了 上面那個 是不是 但是那個是αβ 我不知道 我就這樣按4-2 然後開方5 不是 我不是跟你說這裡是錯的 這裡是錯的 你這個顏色是錯的 我只不過是 我猜你這裡想計算α加β 我叫你把藍色 顯示了那兩塊 按機商家 哦 是啊 啊 記到4 是4 現在正在做這一條去問的就是 Formation of Equation 那條公式其實是這樣的 有沒有印象 所以答案應該是這個 哈哈 所以答案應該是這個 就是A 是啊 ok 就是你寫的東西是合理的 但是似乎你運算有點錯 嗯 所以就 差一點 是啊 所以差一點 ok 好 那這一條 這一條你也是 你似乎是有嘗試去計算的 你是有嘗試去計算的 那應該都是 我猜都是 當時是寫的 是 因為也都是有少少東西是錯的 ok 那你會將它問你的東西是通訊母 那這個是正確的 也都做得對 那問題很可惜呢 就是你這一步跟著這一步錯了 錯的地方呢 這個應該是減來的 這個減來的 ok 就是 哦 ok ok 而如果我們繼續做的話呢 本身sum of roots就是6來的 那product of roots就是13來的 那如果改回對的顏色呢 其實它要我們計算的那個答案呢 應該是sum of roots的二次方 減回兩個product of roots 就除回那個product of roots 你試一下計算一下這個是多少 那應該是個dog 10 over 13 對啦 10 over 13 對不對 那當然 其實這一條有其他方法做的 但是就要用program 就要用program ok 好 之後跳到第十題 那但是八和九你圈住了 但是你對的 那都不用說是吧 嗯 你的做法不對 可以不用的 ok 好 那這一條 第十題 那這樣就有幾句statement 是不是 有幾句statement 這是關於一個quartetic function 那也是啦 最好不要逐個逐個 就是不要順序看 最好就是不要順序看 好了 那看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能會先看二三先的 因為呢 它的二呢 它這個 Xs of symmetry 其實是x等於h來的 而下面它說 下面就要很小心了 第三句 它這個是負x來的 它這個是負x來的 所以呢 而如果是呢 二三呢 不應該同時對的 二三不應該同時對的 因為呢 二三呢 這兩道呢 它們都是負二分之一 那沒有可能的 這兩個數應該一個正一個負的 ok ok 因為小心 第二題它說的y還是fx 第三題它說的y也是f-x 那所以呢 它是flip 就是對著 沿著的y軸來f-x 左右f-x的 那所以它的gertex 應該不會是同一個x的 明白的意思嗎 那所以二三呢 就似乎不會同時對的 ok 那所以 一是a還是b的 那當然呢 其實我現在想展示給你看看的做法 是盡量不做的 盡量不做 如果不是很簡單的 你就直接把題目的fx 找回一個function value出來 16 16是不是 咦這個 ok 剛剛叫它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有點不正確 真的不對 好了 這裡是比較難看的 記不記得vertex 為什麼 那個 糟了 現在死了 那些有沒有印象 那個有 好了 那我們如果看當然是看fx 所以fx的h 就是-b over 2a 那所以就會是 二分之一的 那所以二就不對 那最多就是boy 明明為什麼二不對 因為它有一個負 是啊 我們計算的h應該是正二分之一 而第二題它說的是負二分之一 那就是不對 是啊 那如果二不對 那就是bo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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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是啊 反而你 requestion of straight line 有些有些 很多都做得對 這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撞回來的呢 哈哈 有點低人的 我現在看上去 真的 CQ都對的 是啊 CQ另一條 requestion of straight line 是拿滿分的 ok 好 十三題是不對的 不過十三題是不對的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寫了那個手寫 是之後補上去還是怎樣 那這個是對的 那我如果再丟一丟位呢 就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條 條 條 之後當然要按 formula 01 按 formula 01 我們會計算sinx是1 或者sinx是負二分之一 ok ok 好了 記住 首先這個負二分之一 因為它是介乎正負一的 也都不等於0 所以它必定就會提供兩個答案給我們 對不對 這個你要記住 算出來sinx 或者cosx 是Between正負一 而它又不等於正負一 不等於0 的話它必定會有兩個答案 所以optionA就是大交叉 這是第一個 好了 而第二個情況就是 好想不想第一條 它真的等於正負一 或者等於0 那這個我們真的要走去做 這個情況我們真的要走去做 好了 現在是sin 是正 所以就是cosx1和cosx2 而這個所謂的參考角就是 arx1 arx1是90度 其實左右兩隻的答案都是90度 明明什麼左右兩隻都是90度 即是兩個cosx2 是的 你cosx1那隻也是90度 你cosx2那隻其實都是90度 所以另外第一條式它提供的答案數量 就是只剩下一個 所以第一條式有一個 第二條式有兩個 所以total就是三個 那就C OK OK 可以 14 對的 15錯的 15這一題 其實它是 出道令我們如果真的做 就比較麻煩 嗯 這裡寫的應該是你當時 因為你這樣算到 你的答案應該是A的 當時你圈的答案真的是A的 而最終答案其實是多的 就是欠個正符號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因為你 最尾按錯機 我不是啊 真慘了 真慘了 你這一行是對的 但是你再做 這裏應該有個符號的 所以答案就是多 哎呀 是呀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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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值得了 因為真的要花點時間下去做 但是就少少運算問題 嗯 嗯 16 OK 16 OK 16又不是平時跟你講開那種 題型來的 OK 那你寫的東西呢 正確的 他說F2等於R 你 不過之後那個又不對 你這個又不對 這個又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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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那個被除數應該是這個 那個被除數是這個 而那個除數就是x-3 那另外有個Q 就是個Quotion 現在你要找的是新的R 世界R 那所以你會代個x是3的嘛 那所以你應該會有F2 所以我應該是C 最重要是你看一下 你明白不明白這一行的 噢 sorry 你原先寫這個 你不是打算找題目 要你找的東西的 你想要寫原先的那條式出來的 就是F2就是R那條式 而其實你想計到題目問你的東西呢 你應該寫我紫色highlight那條 啊 你會見到我用的符號跟你寫的不同 我會講世界R 世界R就是講題目要我們找的這個remainter 就叫世界R OK OK 那所以 而他現在講這樣的除法呢 那似乎應該講的就是這一條算式 而要找的就是世界R 那意思 那為什麼會把2R出來的 那F2是大加R的嘛 有事 咦 有上角你自己寫的 藍色highlight的那個 哦 OK OK 也都是題目給我們的資料 那F2就是R 所以小R就是2的大加R 就是兩副大加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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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嗯 那17呢 那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呢 那問題是他 他問你的那個remainter 他那個 那個 Divisor呢 是二次方的 那怎麼辦呢 你那個Divisor是Degree2的 那所以你那個remainter 你要讓做Degree1 那所以你那條算式呢 你應該寫呢 是這樣的 整個QX啦 你當那個remainter 要是AX加B 這樣那個remainter 才是Degree1 對 對 而你自己手寫完筆寫的 這兩條算式呢 其實就很接近對 就有少少不正確的 那兩個QX應該是不一樣的 還有其實呢 說真的我們很少寫這些算式出來的 我們很少用Duration algorithm寫出來 我們通常是用remainter theorem寫出來 就是 其實他那兩個算式就是P2等於5 還有P-1等於-1 其實他那兩個說話 其實意思是這樣的 哈哈 那當然 現在這個呢 就必定是可以factorize 成為X-2乘X加1 行不行 OK OK 所以我們只不過代回兩次的X下去 第一次要代的X是2 第二次代的X是-1 所以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2A加B等於5 和-A加B等於-1 知不知道這兩條式怎麼寫出來 代數將那個P2和P-1 代回到PX那條東西 是的 然後你就按Program1 simultaneous equations 那你就算到小A小B 那小A應該是2 那小B應該是1 所以就2X加1就是A OK 可以算到 嗯嗯嗯 你真的按Program是不是 是啊 那非常好 好 我立刻心算算不到那麼快 OK OK 不就是 你知道是可以按計算機 其實都是重要的 就是適當時時間按計算機 好 那第一題 那第一題呢 其實它今年出呢 就是有點偷步的 你們都未教Graph Transformation 你們未教的嘛 Graph Transformation 嗯 那未聽過這件事 那所以其實是偷步的 那不過我們照說 你會看到呢 那條色呢 它是Exponential Function 那從它的形態呢 你就會知道 A應該是01中間的 這個你要懂的 事實上這個你要懂的 那所以如果是的話 你的A和C就不會選的了 這個A的意思呢 純粹是真的已經調整了 我們說Exponential Graph呢 向上的A就是大概1 向下的A就是01中間 那這個你是要知道的 那我說未教的地方呢 只不過是講個B而已 那那個B呢 其實就是會把圖呢 就向上向下移動的 就是Translate Vertically Translate Vertically Translate Vertically 那而 現在這個圖呢 就比原先的那個Exponential Function 其實就是向上移動了 怎麼看呢 其實就是看那個Y Intercept 正常你普通的Exponential 去那個Y Intercept呢 我不管你的B是多少 那個Y Intercept 必定等於1的 那現在變成2的嘛 那就似乎向上移動了一格 你向上移動了一格 那B就應該是正數來的 那整個看起來好像是 向下滑的 小心 我講是條Curve 向上移動還是向下移動 條Curve是向下移動的 你可能是看過XY軸 是講條Curve向上移動還是向下移動 條Curve是向上移動的 原先條Curve是這樣的 原先條Curve是這樣的 那就向上移動了 OK 其實22 23 24都跟Lock有關的 正常一份合理一點的捲 正常就不會出那麼多Lock 不過校內猜不猜就沒有辦法了 好了 從題目的這個意思 你比例我們做不到數的 沒什麼運算好做的 所以你寫回這個 合理的 只不過是再之後那一部要怎麼做呢 同樣你第二步 再之後是不能做運算的 意思是兩個Lock雙除 兩個Lock雙除是不能做運算 所以你下一步應該是交叉相成 你有這樣做 我們才有做到的機會 行不行 OK OK 好了 再之後我們會將這個A和這個B放入裡面 就變成一個次方 所以Lock X B次方 就等於Lock Y A次方 然後既然左右兩邊都剩下一個Lock 所以Lock好像不需要理會 X B次方等於Y A次方 好嗎 好嗎 我已經不太記得Lock何時才可以禁止它 其實我們第二行 首席第二行 等好的兩邊 是不是都是Lock某一個數 譬如意思 你Lock M等於Lock N 那意思就是M等於N 那Lock就好像可以查了它這樣 所以寫到第三項 就會引導我們圈多答案是Boy 可以 OK 這個意思是你如果做到第三項 你再去看A、B、C、B 你會選擇的似乎只會是Boy 那實情當然也是 OK 其實第23題 23、24其實都是偏難的 其實兩條都是公開出過的 兩條都是公開出過 甚至乎我沒有記錯 23題你們的Path Paper是有的 23題你們的Path Paper應該是有的 你要留意的地方 起碼就是 左邊的Lock Base是3 而右邊的Lock的Base是9 我不知道當時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OK 好 如果是 我們似乎是要把右手邊的這個 就轉Base 似乎起碼要做這件事 就是要把這個轉Base 那就轉3 Base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 那你按下數機也好 你自己做化簡也好 就變成這個 這裡 可不可以 OK 可以是吧 那之後我們先把這個放在左邊 那就變成為-14LockX 而因為你做的時間 你沒有做橙色這個步驟 就令到你寫的這些是錯的 應該是-2 而不是-4 好嗎 OK 而這一題 在我們溫書準備考試 經常都講過 其實就是你覺得 應該是用深奧的Root 還是Protot的Root 就是你覺得應該是用深奧的Root 還是Protot的Root 其實你自己有寫 你寫什麼呢 你寫這一句 你寫這一句 我們會把Y看成一個LockX 那這個我跟著你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原來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用的應該是深奧的Root 其實這一行 其實我們未必寫的 好了 那為什麼是深奧的Root 因為其實深奧的Root 其實是這個 這個可以嗎 其實深奧的Root 其實是這個 原始於我們用回LockX的Property 我們就有兩LockX加 變成一LockXX 那我們才會有 題目想找的 那個所謂alpha乘beta 對 而另一方面 深奧的Root 其實是-b over a 那就-b over a 那就是14 我們要的是alpha乘beta 就沒有了一個Lock 所以就變成Exponential 所以答案就是A 看到 可以嗎 啊 即是那個Lock會走了 忘記了嗎 這一行是Lock 我們想不要Lock 我們想拿走這個Lock 哦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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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問我 22 23 會做到 或者會撞對的機會 比較高 24就很麻煩 24真的很麻煩 24 我會說 臨場 我們未必會花時間走去做 就是這一類 我們可能會說 臨場未必會花時間走去做 因為可能就算是會做 都會覺得很浪費時間的意思 ok 好了 那現在照做 他題目說 就說 這兩條線 就分別剪掉 X S 即S 和T 那這條線就是S 即剪掉 這個就是T 那 剪掉X 剪掉X 剪掉Y 就是0 這個可以嗎 ok 好了 那我們嘗試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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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ok 好了 而我想說多一點就是這個數是一個正數來的 這個應該知道 那所以OS的長度呢 正正就是這個數已經ok ok 好了 而類似的做法呢 我們可以找一個OT 其實就是4-B 4-B次方 這個做法完全一樣嗎 那只不過把8變了做個4 把A變了做個B 這裡跟不跟到 這兩個A和B好像可以類似的意思 這個8和4也是類似的意思 那所以第二條式我們未必要重新做一次 只不過把A變了做個B 把8變了做個4 那就應該是一樣的了 是 行不行 還可以 看不到你真的可以做多一次的 你發覺到頭來答案都是一樣的 而題目要找的呢 就是這兩段線長度的比例 那所以就寫上去 寫到這部可不可以 ok 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看ABCD 你會發覺ABCD全部的Base都是2 所以我們就 所以就變成2 那就寫成這樣 ok 那你只不過看看 ABCD四個選擇 誰跟現在我們這個expression是一樣的 答案就是A 可以嗎 ok ok 好 如果是看CQ的了 開始 好 MC可以了 是嗎 就這樣聽就好像ok了 其實MC 其實你 當然你自己都要做 但是你做之餘 其實你都要記起這些做法 因為如果不是 你每次真的靠自己 真是很老實去做 其實是 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很多時候 MC就是不用做 ok 那就是 就是這樣意思 好 只有一六題不說了 好嗎 可以 可以 二六題你搞笑的 哈哈 是 你又不幸運 你不幸運的意思是 當然你A part 你應該是寫A的 你的答案是對的 最不幸運的是 B part 真的又有X又有A 如果不是 其實你沒有問題的 就是看線上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不是 也有錯的 也有錯的 就是你 你背耳那部 其實去這裡 其實是錯的 正負很有錯的 正負有負的 ok 但是你真的超不幸運 是 你寫錯了英文字母 不在話下 而B part 真的有 英文字母都有 好 可以 但是我看你 其實之後有改了 是不是還是要講 講錯的 ok 首先 其實你這一步 對 其實你這一步 正常就很好做的 你這一步 正常就很好做的 但只不過你下一步 你選錯了 你心急了少少 你心急了少少 就是這兩個次方 應該是雙減的 你心急在 就在下一步 已經想 只是寫一些 indices 只是想寫一些次方 但是你準備得還未夠 次方 雙除次方 是雙減的 雙除次方 是雙減的 是的 你跟老師說 老師這個是x 不是n 不要緊 行不行 好 如果你寫完這一步 應該就會多一分 就是m分 寫完答案 就完結了 三分 ok 所以你中間有少少錯 必定扣了兩分 因為你沒有了步驟分 也不會有了a分 好嗎 就是你這一題 ok 我想只是說 就是你錯那一步 已經ok了 因為你扣了兩分 原因是因為你 就是錯了那一步 哎呀 令到兩分都沒有了 這個你當然要小心 ok 這些對 也都非常好 這個呢 其實也都是比較麻 就是難的 但是我也都會說 公開試根本上 就不會這樣出 那你錯是錯了兩個正負好的 這兩度 因為這兩個有二次方的嘛 有二次方 所以我理得你 本身發檢出來是正正負 而已 二次方原都必定是正的 而最慘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那兩個發檢都是對的 就是意思是浪費 180加fitter 真是負浪費的 但是你就無視了二次方 所以就令到你錯了 不過他就是 他就只扣了你一分 A分 那就算是手鬆的 這條我不講了好嗎 這條不講了 哦 可以啊 因為這一類公開試 就不會再出 嗯 你等等先 哦 點點點點 點了它是不是 這麼懶的 ok 哦 不過這條給一分 哦 ok 其實你都做得對的 其實只不過那時候就說 喂 這條有二次方 就是最好做的 因為你下一步應該說cos x就是正負開方三方佛二 所以你畫十字的時間 四個quadrant都應該要畫 那就可以三十度 那就可以四個答案 三十 一五零 二一零 和三三零 ok 哦 三十二題 ok 這個要小心 因為你這個長度 你用quadrant equation 去找應用題 而這次應用題是長度 那問題是你找了那些x 會不會令到長度會是負數 那這次是會的 就是負六 那整條你做得對的 只不過是最後收尾了 嗯 ok 這個是右邊的問題 那個是十一 不是 不應該是一 這個你知沒有 這裡 那一 不應該再是一 這個應該是lock 十一 十一 哦 哦 哦 看到 ok 那這一條呢 就是我們 就是 溫習的時間都有講 不過這一條也算是麻煩 那這條我再詳細寫一寫給你看 好嗎 那它最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那兩個label 那個lock的base是不同 就是有一個base是2 lock的base是2 有一個lock的base是8 那這個看成為是最麻煩 這個看起來就是最麻煩 咦 李老師給你那個答案 他自己都跳了步驟 咦 不可能是我抄的時候 還沒抄完 ok 因為就這樣看 步驟跳到 跳到 跳得很厲害 那其實呢 如果這條MC來講 如果你沒有記其他東西的話 你真的要找一個slope出來 那slope其實就是 負三分之一來的 負一負三 那你應該會找的 是吧 是吧 譬如這個 這個負六零 這個會是零 就好負二 就算不是 你用回計算機 program一都找到的 而它的極度就是負二 那所以這條式應該是這樣的 Y等於MX加C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如果問題就是呢 這兩個Lock的Base不同 那我們要轉Base 那我們要轉Base 那如果也是 你本身沒有記 轉哪個好一點的話呢 那隨便轉的 那我們要轉8 那轉為2 那就這樣 可以嗎 ok ok 那你按計算機 Lock 200其實是個三分之一 就是個三來的 所以就這樣 對不起 那個Base應該是2 這個Base應該是2 那這裡 那我就跳一點步驟了 哎呀 等一下 應該是6 乘3 對嗎 在左邊最尾那項 全部Terms乘3 所以這個減2 變成減6 可以嗎 在看 ok ok 那他要我們express X in terms of Y 所以之後就要把Y 丟到對面 這個最終答案 ok ok 那你會發覺 運算都比較複雜 麻煩都多 那只不過只有3分 就不算是值得做 這條就是你做對的問題 那當然這一條 如果差點考試來說 其實這條算是淺的 就是這一條 不過就是你拿了分 也都是很重要 ok 那我們之後下去說36 就是有一個直的三個型 然後有一個長方形 而譬如 他APC有三部分 他APC有三部分 而最後那部分 你會看到maximum area maximum area 所以你會猜到 其實可能是要competing the square 從他題目說的一些字眼 ok 好了 他A部分 就叫我們用SU SU是圖裡面在這裡 而用是用什麼方法呢 其實應該用similar triangle 應該用similar triangle 應該用similar triangle 那 他題目已經說了 我們LAT的ST 是叫做X 那所以我們的反應呢 我們是會說 圖裡面這一段 其實是12-X 這個你知不知為什麼 這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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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圖裡A part 去我們找到SU 所以我們可能會看最大的三個型 我們可能叫做PQR 他會和另外一個similar 那個叫PSU 那個原因呢 你說AAA都沒有問題的了 見不見到這兩個三個型 應該是similar的 哦 見到了 見到了 好了 那不需要證明的 不需要證明這樣寫就可以了 好了 那所以呢 跌到哪一場呢 就應該是成比例 那我們要找的SU 就是包含在內 而SU呢 就是對QR 而本身題目有比的呢 就是譬如是個 就是可能是PU PU對這個這樣的 咦 sorry 我寫錯了 就應該是個QR QR對SU 等等 這些應該是PU 就是對 PR 那那個 reason corresponding size similar triangles 那SU就是我們想找的 那QR20 然後那個PU 剛才說的12-X 最後那個PR PR12 那之後做化簡 那化簡你用計數機也好 就是除了4 應該就這樣了 那記住去找SU 那就是長度 是NCM的 哦 OKOK 好了 這個可以是不是 可以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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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 part 去找maximum area 其實呢 如果你直接這樣寫 5點寫 不要看著 現在我這個寫法 可能跟你本身 老師寫的做法 有點不同 其實B part答案 跟我現在寫的是一樣 應該看到 哦 可以了 看到了 那你同樣可以找到 那你同樣可以找到 那個-B over 2A 那就是6 然後那個K 你都照代下去 那就是60 這裡寫了一個 可不可以 那這裡就是A OK X-H O K 所以那個 所謂maximum area 就是60 Cm square 可以嗎 哦 OK 不過我猜你是 哦 你那個應該是改正的 你可能差少一些補照 可以嗎 OK 嗯 之前呢 考試前呢 就說 其實你可能放假的時間 我們再說一些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是吧 哦 好像是 今次考試出來 你的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做得比較好 但是Poilomial就差一點 嗯 是 很應該是時間 不知道怎麼說 哦 OK 不過你這一條 又有一點窄介 Poilomial 他好像給你一個資料 就是當fx x2-1 除了 -3 x-8 其實你要小心 這個是可以factorize到的 OK 其實你這條很奇怪 你這條是CQ來的 反而你這條CQ 你沒有寫Diritional algorithm 真的 你沒有寫Diritional algorithm 我的意思是這個 fx等於x2-1 乘回qx加回reminder 你這次不想 因為我覺得 要寫Qx Qx的時候 是 怎麼說呢 就是 計算數的時候 要用到 但是我覺得這條 不用了 就是不用用Qx都可以計算 OK 不過這條真的很可惜 因為你運算運錯 就是你運算計錯數 其實你寫的東西 寫得很好的 OK 這裡我掩住了 但是你可以看你自己寫的 你沒有寫這一條 就是你沒有寫 現在我寫了這一條 但是你是知道這個意思 就是你是有待F1 等於 OK 不過你就沒有這樣寫 是吧 你自己寫 你是有待Fx是1 然後你知道它應該剩下的 就是這個 就是-11 你也有待X是-1 你也知道F-1 其實是這個 就是-5 而可惜的地方 是你的左手邊計錯了 左手邊的意思是 代X是正負1 代1的時間 應該是8加A加B 這個容易計算的 1的時間 反而你計錯了 你做了80 你寫多了一個0 而負1的時間 就是-A加B 等於-5 然後你只不過按Program 1 那A應該是-7 那B應該是-12 是吧 本身這條你知不知道自己錯名 就是排回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我記得是有看 但我已經忘記了 就是這裡 這個 你這個 是這兩個商家 應該 不應該是8 你寫了80 所以令到 你寫了很多東西 就是B Part 或者C Part 你盡量寫 但你發覺 你其實做B Part的時間 你已經知道自己是做錯的 是啊 為什麼呢 當然 你計錯數 但是A Part 你也有個小A小B 計算出來 只不過你做B Part 那現在我們當然是寫正確的 那 所以我們如果 根據我們A Part 那個答案 小A應該是-7 小B應該是-12 然後B Part 顯示2x-3 這是Factor 所以你也有寫 你的x應該是-3 超過2 然後你就是這樣 照抄罰一次 是不是 然後你滿懷希望地 按機 這個肯定等於0 是啊 是啊 不等於0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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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知道A Part做錯了 可惜的就是你 你之後改不回A Part 如果不是其實這裡有7分 其實應該拿很多 就不應該拿1分 是啊 而你本身A Part做得這麼好 是啊 就比較浪費了一點 好 那B Part是這樣做 所以也是Factor 那而C Part 就是我們照做下去 現在C Part 都可以 是不是 是啊 其實你自己懂得做的嘛 你只不過是不知為什麼 840 180 錯了 OK 好了 C Part 其實應該很拿手 我先抄個Fx出來 就是剛剛抄了 照抄一次 個小A是-7 個小B是-12 我們B Part 我們已經證明了它有個Factor 叫做2x-3 那為什麼你最拿手呢 就是用長鎚 long division 那如果我不用long division 我用一點點心算的話呢 減6 這個應該加4 就是如果你長鎚的話 你都會做到這個出來的 可以嗎 可以 咦 咦 不是喔 對不起 應該是6應該是吧 咦 不是真的是4 哇 怎麼了 哦 OK OK 等一下 為什麼好像不太對 唉 應該這個是 是 加5先 好 可以嗎 OK 他要求我們 要我們去正確認 就是是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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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是全部 有 好了 我們考慮Fx等於0 所以就會有2x-3等於0 這個出的答案當然就是3 over 2 而另一方面我們 3 over 2是Rational的 所以有沒有Evational就是看後面這一塊 那你會按Formula01 是吧 你發覺Map Error 是 Map Error 那問題就是 雖然你做到這一刻 你應該知道 最終答案 應該是 不認同的 它是有 complex root 不是有Evational root 你會知道的分別 是不是 不太記得 Irational Irational 即是有開方筋 有Pi 那些 那些 如果 complex 即是有I 那些 好了 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展示給別人看 我們就在這裡用Delta B2-4ac 而如果你本身已經知道 肯定Map Error 你直接寫負數 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就寫這個 這個 has low Eurus 然後 所以就不認同 那怎樣才叫做有 怎樣才叫做對 就是你要用 quartetic formula 然後一路計 你計到是有開方筋 這樣才叫做有 第三個題 它就說 這個功能 這個Graph 從頭看 touchless x s at point p 然後 它就叫我們 express k in terms of m 這個就是對的 那用的方法 就是用Delta k就會是 m square -1 或者你寫 m-1 乘m加1 然後 它就叫我們 找coordination of p 和q 找coordination of p 和q 而在這裡 你就有一點點錯 好了 A不用做 我們先說 p 你找p 就是找x intercept 就是找x intercept 現在我們如果 重寫 那個功能的話 其實那個功能 應該是這樣的 功能的c 就是k加1 c是k加1 而如果你用回 Apar答案 k是m square -1 所以1就會抵消了 這個可以嗎 這裡可不可以 看 好像一般 不 意思 我其實 重寫這條式 只不過這個 因著Apar答案 我套回 k是m square-1 那兩個1 一個加一個減 就抵消了 就剩下m square 看到了嗎 為什麼我會把k 是m square-1 因為Apar答案 計算了k 是m square-1 而Bpar答案 而Bpar要求答案 是m 所以k 最好就退場 知道嗎 是 就是Apar答案 叫我們express k in terms of m 意思就是 我們不想再看到k 所以我們重新寫 一條條式 但是不想看到k 那就這樣做 哦 OK 可以嗎 好了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p 的coordinate 應該就是m 就是0 因為我們把這條式寫 寫到成為 x-m all square 所以x-intercept 就應該是m 如果q 應該就是y-intercept 就是m square 0 答號m square 0答號c 這個就是bpar的兩個答案 可以嗎 Bpar的關鍵 只不過是將 原先那條式寫 為這兩個款 就找到p和q 的兩點 對方 read 好了 好了 然後就說 有三個形 就是opq 其實如果是寫到這樣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圖裡面這個哪一個 另外一個 其實是各自的x 和y 5只这里就是m,这里就是m2 那直角三个型来的嘛 所以那个面积就是底乘高 除2,他说会等于27 over 2 所以m3次方会是27,所以m就是3 做到这里可不可以?OKOK 好了,那小心了,他要我们找的是m和k 找到m是3,k呢,就会是m2 减1,所以就是8,整条数就是这样做 OK,可以是吧? 好,最后这一条,应该有时间讲的 有直角,有42度 OK,他可以证明有4点 是concyclic,我看你本身有没有做 OK,B,F,E,D 似乎从形态看,应该是用converse of angular assessment 从形态看,似乎是用converse of angular assessment 因为他似乎这四点有个蝴蝶形状 所以我们的做法,尝试证明这里都是42度 尝试求到这里都是42度 那不难求的,原因是这里是90度 这个90度的原因你可以说是opposite angle 因为你自己也有写波拆了,这里都是90度 你就可以搞得到,完之后这里是48度 Vertical is opposite angle 所以就做到,Angle D也是42度 知道吗? OK,那我详细不写了 我的原因就是这个,行不行? A part,能不能跟到? 我好像已经不太记得有这个原因 哦,concyclic还记得是什么? 记得记得 是啊,其实concyclic 本身concyclic contilateral 只有两个 哦,记得记得记得 蝴蝶 是的,蝴蝶 Angle D is the same,就是蝴蝶 如果我们证明到它相反 就是converse 那也可以说那四点是concyclic 好,那我们说B part B part他给了的是两个arc length的比例 那arc length的比例的结果呢 就是angle都乘相同比例 angle都乘相同的比例 那现在是说2比1 所以我就会写2k和k 好了,而正正呢 其实我们要找那个x就是2k的角度 那所以呢,所以譬如这个就是x 不是,sorry,这就是x over 2 其实如果要写的话 这个可以吗? OK,OK 可以是不是? OK,OK 而如果是呢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譬如这一只呢 其实我们,咦? 不用了,其实已经写了 你早就懂了 那在那个大三角形 A,B,E 其实x over 2加x 加90 加42 就等于100 可以看到 OK,OK 那如果按下x 就会是32k 这个问题 你见不见到 就是三个型 A,B,E 可以用Angersault Triangle 先 见到 是啊 OK 那这条出得 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刚刚入手做B part的时间 在那里不断想会不会用A part 就是会不会用到那四点是concyclic 就是来做啊 原来是不需要的 因为本身被了